看一下我們不要 盡量不要遮擋到我們 塞蝦族夫妻帶著滿月的孩子 以及家族親戚回到女方娘家 接受娘家的祝福 這是塞蝦族傳統 Ma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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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女回娘家記憶 按照文化慣習 到達娘家時 南方人員不可進入屋內 需要女方的弟弟出門迎接 並與南方的弟弟交換各自準備的飯糰 吃完後才由雙方家長代表談話 並雙方合影準備好的酒水後 眾人才可以進屋即告祖先 桃園市目前賽家族人口有1,175人 全國賽家族人口是6,811人 大約有六分之一是來到我們桃園 所以說我們每年每年都會來辦理一些碎食祭 事實上我們已經辦得很有豐收祭等等活動 今年他們是採取說嬰兒回娘家的一個碎食祭 Ma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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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儀式僅限長子或長女才會進行 在長子或長女成家後的第一胎滿月時 就需要帶嬰兒回到娘家 接受娘家的祝福 生兒孩時雙方會交換箭頭是希望男孩長大能成為出色的勇士 生女孩則會交換麻沙是希望女孩將來巧於織布 擅作家務 今天這個活動是在都會區是比較少會做的儀式 大部分都是在原鄉 原鄉部落回娘家的儀式都在那邊做 然後我們今天所做的展演活動是讓都會區無法回去 然後沒有不了解他們的碎食祭的文化 來參與讓他們了解到我們今天的活動意義在哪裡 東阿道爸爸說到賽下族人一生會經歷五次回娘家 分別是結婚歸寧 投胎滿月 小孩成年 過世除商及年賣食 也藉由這次在都會區的展演發揚賽下的文化底蘊 不讓傳統在時代的洪流中慢慢消失 原始新聞 桃園市採訪報導